其實也沒有什麼提點什麼 我們就觀察對方的先發投手 中繼投手 救援投手 他們的習性去做一些研究 那我們教練團就是 在棒次上就做了一些改變 那今天當然我們就用了 又打字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今天就 像威城他就把棒次排到比較後面 第一棒就由金龍來打 因為這幾場看起來 金龍的那個打擊狀況還不錯 所以我們做了些 因為總共就是野手也只有15個 所以你說要改變也沒有辦法改變太多 就是些許的改變 聽說就是讓我們更了解對方 因為平常也都沒有遇到他們 那就是透過情收來知道他們的習性 然後讓我們比較知道該怎麼去做 說真的我覺得還是一樣是一場比賽 因為只是穿上國家隊球衣嘛 那我平常比賽是用什麼態度 那當然換上國家隊球衣的話 那還是一樣用一樣態度 自己還是會盡力去把自己最好表現出來 不管好與壞 到現在還沒上場其實不用急 因為我還是有我的任務在準備 那我覺得接下來上場只要準備好自己就好 那韓國隊今天的話 因為畢竟運氣好贏過他們一次 那儀式也可以驕傲啦我覺得 可是希望今天中華隊能夠拿出好表現 所以我們能夠強下這場勝利 該做什麼你就去做什麼 就是盡全力把態度展現出來 結果不要太想 就是說大家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讓贏球就變成自然